大家好 我是胡歌 我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 由我开始 为大家讲一讲 香奈尔的故事 来聊一下 我是究竟被什么打动 在某种意义上 成为了香奈尔家族的一员 香奈尔女士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那我要如何开始呢 我想到了今年二月 香奈尔推出了 Inside Chanel系列的第十八章 也是今年 加布利尔·香奈尔个人故事 四部曲的第一部 加布利尔与生俱来的叛逆者 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捕捉了 这个关键字 叛逆者 这也正是香奈尔女士 最打动我的精神之一 先于她的设计 美学 坚韧等等 我欣赏她说的 我自己决定成为谁 这就是我 让我们从头开始 听一听 她的故事 183年8月19日 加布利尔·香奈尔 胜于索庙 法国路尔河谷区域的一个城市 在她12岁时 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巨大创痛 她的母亲 刚刚病逝 作为流动商贩的父亲 将他们姐妹 送进了克雷兹省的 奥巴辛谷儿院 她答应会回来接她们 可是她们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奥巴辛这座古老的修道院 属于阎冷 宿摸的西都教派 在奥巴辛度过的 童年与少年时代 在加布利尔·香奈尔心里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启发了她日后的风格 加布利尔18岁时 离开了奥巴辛修道院 来到了穆朗城 这个有着军队住房的城镇 有一间酒吧 香奈尔在那儿住畅 并且以Coco这个艺名 渐渐打开了痴迷肚度 后来 香奈尔认识了 Boy Capo 卡伯男孩 关于他们的相识 他曾对香奈尔的 太多的作者 保罗默航这样说道 在波长 我遇到一个英国人 我们在一次策马远足中相识 我们都生活在马背上 他们一起喝葡萄酒 酒是新酿的 醉人的 风味游绝 就像那个英国男人 这个年轻的男人 英俊帅气 晒成古铜肤色 非常迷人 他不仅英俊 更出力拔萃 我陶醉于他的那种 潇洒淡然 和他那绿色的眼睛 他骑着健壮的骏马 我爱上了他 我从没有爱过其他人 然而一开始 香奈尔和卡伯 一句话也没说 这个英国男人和我 没有任何交流 一天 我听说他又离开波长 于是香奈尔静止问他 会几点出发去巴黎 仅此一句 没有别的废话 第二天 香奈尔去了火车站 他登上了火车 1913年 卡伯男孩 自住加布里尔香奈尔 在杜维埃 开设了第一家精品店 1914年 香奈尔就挣足了 足够多的钱 不再需要卡伯 做任何资金担保 独立 让他非常开心 他的优雅看似毫不刻意 实在需要强大的计划和意志 他的事业回报他的 是终于使他 从别的种种压力下 解脱了 我是自己的主人 我只依靠自己 他告诉莫航 卡伯男孩意识到 他不能主宰我 他对我说 我以为我给了你一个玩具 而我给你的 是自由 命运弄人 1919年 卡伯男孩在一次车祸中去世 这种痛苦 刻铺骨铭心不可碰触 加布里尔香奈尔 只能将其彻底掩埋 为了表示他的哀悲 他让人把绿色别墅 把百叶库的外墙 砌成了米色 把百叶庄 砌成了黑色 当百叶庄合上时 就像房子 闭上了眼睛 他让人把他的务视 整个装饰成了黑色 墙面 天花板 地毯 床单 一切都附上扶桑的颜色 来悼念他死去的爱人 后来他对保罗默航说 失去了卡伯 我失去了一切 然而 香奈尔不会被摧毁 他不会因为 与卡伯男孩之间的 悲惨结局 就此一蹶不振 他继续前行 挺进绝世年代 甚至 他推动这个时代 朝着他自己的形象前进 他唤醒其他女性 带领他们 走出旧时代 走进未来 今天 我们聊聊关于 加布里尔香奈尔 在奥巴星度过的童年 这是一个谦卑的开始 但他怀着 即使生来没有语意 也不能阻止你 展翅高飞的决心 渴望伟大 独立自主 他逐渐成长为设计师 Coco Chanel 下一集 我们要来讲一瓶 非常现代的香水 我会议的主要带你 我会认为你 我会认为你